会是魔王白景奇被绑了票 赎金要了一万两银子 老爷子喊来全家人凑钱 自己出五千 剩下的由各房众筹 大奶奶掏出仅存的一张银票 雅萍也拿出自己宰下的碎银子 却被三爷一阵阴阳怪气 接了吧公奶奶 就您这点银子 还不够碎压份 我起什么哄 雅萍听的脸上火辣辣的疼 老爷子也气不打一处嘞 悠喝口气挺大 你准备掏多少 三爷的演技说来就来 这您知道 咱家最穷的就是我们三房 明日我就把你们家金屋绑了票 看你拿得出银子 拿不出银子 三爷纯粹一个大无赖 您就是要撕票 我也拿不出钱 可再怎么振 也不能拿这点碎银子蒙事 自己不拿钱 还嫌别人掏得少 老爷子实在看不下去了 真以为老子老糊涂 你小子黑了店里多少银子 我心里门清 老三被戳穿了贪财嘴脸 当场就炸毛了 这谁说的 谁说的 我脑子小 带不了这么大的屎盆子 二奶奶 你不说不告状 跟我玩阴的是不是 你少盼着好人 你小子那点小心眼 还能瞒得过我 老三瞬间就蔫了 可任由老爷子骂破大片 他还是那俩子 没钱 二爷两口子急得直呼 儿子要是找不回来 俺俩就不活了 怎么都冲着我来了 好像我是绑票 这场面看的老爷子 心挖凉挖凉的 一出点啥是谁也指望不上 无奈只能先动用 修祖坟的银子 先把孩子救出来再说 二爷要亲自去赎人 却被老爷子一句话 顶了回去 你 别连你一块儿 让人绑了票 我去 叫胡子头 你们俩一块儿去 要说这白景奇 真是个狠人 小屁还愣是 坐在贼窝里睡着了 把绑匪都看傻眼了 突然大门被推开 男人无视绑匪 直接叫醒白景奇 拉着他就网出走 干什么干什么 乖子 有好事别都闷 你要人事主一万银子 留我多少 这里有你什么事 有本事 自己摆一片去 既宗布也不废话 夺过对方手里的牌酒 轻轻一用力就捏个粉碎 吓得绑匪浑身直哆嗦 哪还敢说半句不 看奶奶了 快去跟吴贝勒去 吴贝勒名叫贵武 他和白家什么仇什么怨呢 原来詹王府 大哥个未婚先孕 就是被他骗了身子 这才演出之后的 一系列恩怨 俩孩子被王爷送了人 至今下落不明 贵武这家伙欺乱怕硬 只能绑了白景奇报仇 趁机还能大捞一笔 可惜季宗布的出现 让他的计划彻底流产 小屁孩被拐好几天 不想着尽快回家 非要缠着老季 再来个手捏牌酒 你怎么一下子 就把这个牌弄成粉末了 那是功夫 你再给我捏一个 哪来的 你们打架的时候 我偷的 好小子 有两下子 你待会来接我 一段师徒缘分就此注定 胡子头一开门看到白景奇 激动的又喊爷爷又骂王八蛋 孙子这事算是搞定了 可大儿子还在监狱里关着呢 之前因为老爷子的糊涂操作 导致大爷被判秋后问战 而在整个事件中 只有二奶奶最为清醒 提的所有建议都是对的 可惜他一个都没听 此刻老爷子无比后悔 暗自做了个重大决定 我知道你精明 可我没想到 你城府被这么深 这个家里的啊 就你这么一个明白人 连我都是老糊涂 老爷子大献将至 明明有三个儿子 天天一个都不敢用 只能把所有希望 都寄托在老二媳妇身上 当初他一意不醒 不听二奶奶的再三劝阻 跟詹王府结下死仇 这才导致老大被判死刑 我叫你一声二奶奶 爸 拿着 今后这个家 就交给你了 老爷子叮嘱说自己死后 无论有多难都必须撑住 这个家绝不能分 二奶奶急忙推子 说自己担不起 而且一个女人 当家也不合规矩 再说您老不是还没死吗 就算真厌了劲 也该是二爷当家 老爷子听后翻了个白眼 二爷 你说他成吗 二爷是不成 那也该是三爷 你要是想把这个家给毁了 那就交给老三 二奶奶死活不同意 提出让二爷当家 自己帮趁着就得了 可老爷子认准了 必须让儿媳妇手握绝对权力 才能保证家族的未来 他强撑着起身 就要给二奶奶刻意的 老爷子也是被逼急了 如果老大不出事 他就是妥妥的当家人 可惜一切都晚了 他要趁着自己还活着 帮儿媳妇坐问家主之位 话说到这份上 二奶奶也没了拒绝的理由 颤抖着接过象征家族权利的钥匙 从此刻起 白家大宅门的重担 彻底压在这个年轻女人身上 而最混蛋的白老三早就想好了 老爷子一归系 他第一时间就提分家 大哥怕了死刑 孤儿寡母没了主心骨 将来吃饭都费劲 二哥边上有个二奶奶 幼贼幼奸一肚子换水 不分家只有两种结果 要么被拖死 要么被坑死 原来大奶奶得知丈夫被判死刑 万念俱灰直接上吊自杀了 全家人悲痛万分 老爷子感慨流年不利 啥坏事都让自家赶上了 他趁机宣布今后白嫁 由二奶奶全权掌管 一声惊雷平地气 众人反应可不同 二爷吓得说话直接吧 不成 他哪行啊 你行 雅平用胳膊肘处置二哥 示意他闭嘴 三爷则是一脸猛逼 看看这个看看那个 没一人开口反对 嘿 这叫怎么个事啊 另一遍 导致大爷死刑的湛王府 也没好到哪去 老夫近整天嘲嘲着 要让白家大爷来看病 人都盼秋后砍头了 总不能从监狱提出来吧 这时车老回辟颠辟颠跑进门 大喊好消息 好消息 白家大奶奶上吊死了 滚出去 这什么喜事啊 湛王爷也想通了 搞死白大爷除了能出口气 对他没有半点好处 别的不说 老娘这边就是个大麻烦 他吩咐儿子送套殿衣过去 再叫书房先生写父挽连 可湛王爷却提醒他这么做 白家还以为咱是幸灾乐过 存心却恶心人家呢 两百俱三 王爷您快去瞧瞧吧 老夫近那发脾气呢 把药罐那药碗全给摔了 湛王爷急忙过去安慰 可话还没说两句 直接气得老太太撂下狠话 白家大爷不赖 老娘现在就回蒙古老家等死 我娘您千万别着急 您别生气 我这就去给您请 我这就去 怎么你说走到这个绝路上来了 怎么跟人家白家张嘴啊 这个人家人都要死了 还要让人家救咱们的人 还是因为咱们判的死刑 老太太病入高荒 儿子请来了京城所有民意 却没一个入得了老娘的眼 吵着闹着非要让白家大爷来看 湛王爷被逼得直跳脚 总不能跟老太太说 白大爷被自己搞进了监狱 已经怕死刑了 一旦老太太刨根问底 那二哥哥被害 大哥哥离家出走的事 就全都瞒不住了 那才真是要了他老人家的命呢 眼下唯一的办法 就是花点钱疏通一下 把白大爷弄出来撒小时 给老太太看完病再送回去 可这么丧良心的话 湛王爷实在不知道咋张嘴 这是管家自告奋勇去求白家 上次二奶奶登门 摆明了是来讲和的 那我能看不出来吗 我那心也冻了 可车老回这个混账王八的 他被人车给砸了 我去说吧 没工夫商量了 可万一白家提出 要翻白大爷的案子 那就只能算求了 老福尽的病 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那他这会儿我也没闹明白 这究竟七错八错 你说他说在哪呢 安抚见到二奶奶后 一个劲的赔礼道歉 说王爷毁得常载都轻了 上次您亲自登门讲和 车老回自作主张沙马杂涉 王爷恨不得扒了他的皮 所以说我没怨王爷 咱俩家的恩怨说到底 错不在我家二爷 当年他好出了喜脉 压根也不知道大哥哥没嫁人 你们解释清楚就得了 何止于沙马杂涉 闹得全京城都知道 是是是 太莽撞了 我总觉着一个人一个家 立在这个世上 谁也离不开谁 果然这回您府上 又用得着我家大爷了 安抚脸上火辣辣的疼 却只能乖乖受训 二奶奶嘴里不停替大爷喊冤 一辈子与人为善 如今却落得秋后问占 即便是这样 我去求大爷 他不见得不答应 这可把安抚激动坏了 急忙起身要性大力 怎料这时三爷气冲冲杀来了 一上来就狂飙果罪 你个狗娘养的 老三本来对二奶奶当家 就不服的要死 现在他竟然还护着仇家 火气蹭的就上来了 大海让安抚滚蛋 对二奶奶的训斥 更是当没听见 你说你的我骂我的 安抚 你滚不滚 老三 回你屋去 这没你说话的份 白文师 你别跟我摆这当家的样子 你当不了我三爷的家 眼看安抚死赖着不走 三爷直接开启狂暴模式 你沾王府仗着是皇亲国妻 也推他们欺负人了 赔个礼道个歉 就想让这事翻篇 门也没用 说着直接动手撕扒起来 二奶奶家在中间拼命拉着 劝老三先听对方把话说完 不听不听我就不听 你他妈走不走 你他妈走不走啊你 二奶奶也没想到 白老三今天这么飙 拉着安抚就要去自己院里 不走是不是 胡托腾 都在这呢 三爷一甩辫子 开战 砸车杀马 局面彻底失控 胡子头拎着两把斧头 招呼全府上下带伴的一起上 没人在乎二奶奶的讲和大计 大战一触即发 且看二奶奶如何力挽狂澜